尿酸高、痛风和哪些因素最相关呢? 含糖饮料也会导致尿酸升高吗? 朋友们好,我是心血管汤医生。 昨天晚上有一位老人,脚肿得厉害,来急诊就诊。 老人因为心脏衰竭,长期服用利尿剂治疗。 检查发现尿酸的明显升高,诊断非常明确。 是因为长期利尿剂引起了急性痛风发作。 大家都知道痛风和尿酸高有关。 我国高尿酸的发生率为13.9%。 总患病人数达到1.7亿人。 其中1%到3%出现痛风的发作。 高尿酸是怎样形成的呢? 饮食因素占有多大的比重? 人体的尿酸是飘零的代谢产物。 尿酸的来源有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。 外源性就是我们吃进去的含飘零较多的食物, 在胃肠道经过吸收之后转化成尿酸。 但只占较少的部分。 大部分尿酸是体内核酸代谢的产物。 内源性尿酸占有大部分。 尿酸产生之后呢,如果能正常的排泄出去,也会保持尿酸的平衡。 但如果肾功能较差或者排出较少,就会出现高尿酸血症。 影响尿酸水平的因素很多,包括药物因素、饮食因素和疾病的影响等。 药物对尿酸的影响较大,比如长期口服阿斯匹林、 伊塔尼酸、福塞米、罗内脂、氢氯塞禽等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,出现高尿酸血症。 一些肾脏疾病,比如肾小球肾炎,会导致尿酸排泄减少,引起尿酸的代谢障碍。 多发性骨髓瘤、白血病、恶性肿瘤等也会造成尿酸升高的现象。 饮食对尿酸也有一定的影响。 2016年中国痛风诊疗指南指出, 饮食管理能使人的尿酸水平下降10%到18%。 根据美国的一项大型临床研究证实, 按照高血压防治计划发展出来的德书饮食模式, 能够使痛风的风险下降32%。 这种饮食模式的精华为 第一,摄入足量的蔬菜、水果和低脂奶制品。 第二,减少饱和脂肪酸、胆固醇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。 简单的讲,就是少吃油腻的食物。 第三,摄入适量的颧骨类、鱼、禽类和甘果类。 第四,控制腊盐、甜点、含糖饮料和红肉的摄入。 研究还指出,既往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豆类会升高尿酸水平, 而肉类和高尿酸关系并不是很大。 研究特别强调了含糖饮料对尿酸影响较大。 虽然含糖饮料飘零含量较低, 但是饮料中的果糖却能在肝脏中产生尿酸的前提, 导致尿酸升高。 因此,高尿酸的人不仅要少喝含糖饮料, 而且还要少吃含糖分高的水果。 总之,高尿酸和饮食关系密切, 注意做好饮食控制,也能够把尿酸降下来。 比如你现在尿酸水平达到480Vmol每升, 已经很高了, 如果积极控制饮食, 下降10%到18%的话, 就基本降到了430到390Vmol每升的水平, 不用吃药也能在正常范围了。